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录音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制作人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如此見面 卻很熟悉 随心所逾 聊不完的話題 難道是注定要相遇 每分每秒离不开你 给我所有归归的回忆 只差一句说我爱你 彻底的爱上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让这世界知道我们多亲密 我彻底爱上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让这世界知道我们多亲密 我彻底爱上你 我会很珍惜 为你我远不顾我自己 彻底的爱上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让这世界知道我们多亲密 我爱上你 我会很珍惜 为你我远不顾我自己 那你见到了吗 你可千万别上当受骗 你看嘛你说的不至于 人家骗我干嘛呀 挺好的一个人 挺好的 人家都结婚了 孩子都多大了 你怎么连这些都知道了 这有什么难的 所以他单位一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你还不知道吧 你现在真是本事了 厉害了 连这些都能打听出来 晓风啊 咱们家是有规矩的人家 人家已经结婚了 你可千万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 你要为自己的感情好好考虑考虑 我知道 你妈妈说得对 人哪 不能太放过自己的感情和意望 哥哥妈又不是什么小孩子了 放心吧 爸妈 我承认我一开始是 我喜欢她 我去找她 后来我知道她有家 家庭以后 我告诉自己 我不会约完这一步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说得好听 既然是这样 你干嘛还约人家 我光今天找她 我以后也找她 但是我们的感情很单纯 我就是想单纯地去关心她 你 你管得着吗 妈 你看她 晓风啊 你这是为什么呢 明明知道你们不可能了 你为什么非要关心她呢 因为她就是这样 就是我两次的那个人 嗯 晓风 没搞错吧 就是她 这也太巧了 所以我今天找她 就是想跟她解释这件事情 可是她没有来 肯定是你太热情了 人家不敢来了 不管她是怎么想 在我的心里 我希望她一辈子幸福 那是应该的 我们希望她 祈祷她一辈子幸福 但是 晓风啊 这老天不会安排错的 也许你们的缘分不在这儿 也许你们的缘分不在这儿 知道啊 知道 放心吧 本来 我喜欢她 不愿意 好 听我的声音 我喜欢她 你愿意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看到你依然在雨里 背对着我独自哭泣 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 我愿意再带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基金会呢是想和你合作 举办一次摄影展 拍卖得来的资金呢 一半由你支配 另外一半呢 我们想全部接线给福利院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那太好了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 但是我希望我这个摄影展所有拍卖下来的资金 全部都捐给福利院 那太好了 我先代表基金会呢 谢谢你 不会 具体事宜了 我一会儿换封邮件给你 有什么问题 你随时和我有沟通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给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约你 你都不理我 今天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啊 上次我们见面 说得太多了 如果有什么地方让你误会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误会 我能有什么误会啊 赵晨晨爸爸 你想太多了 你看你又来了 别老把我当成你的队里面好不好 我还是很珍惜我们以前的日子的 你看你又来了 又说以前 我都不记得了 我是认真的婉萍了 怎么说以前都是我辜负了你 对不起你 可老天爷让我们再一次相遇 我相信就是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能够弥补我以前的过策 没有 你把老天爷都搬出来了 那我还觉得老天爷是在故意捉弄我呢 我是真心诚意地想补偿你的婉萍 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 我想 我可能能够帮助你 我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过得挺好 是 可我从上面了解到 你不是还没转重吗 我可以帮你 你不是 我说的是真的 相信我 我一定能够帮到你的 我就是想说 千万别把我们以前的 恩怨也好 不开心也好 你还没有帮到哪儿 才能够帮助我们 回来了 老公 今天回来挺早的嘛 和一个供货商吃完午饭就回来了 你干吗呢 修照片呀 那老照片都找出来了 今天阳光基金会老师给我打电话 他们说要给我办一个个人摄影作品展 这好事啊 给你办一个个人影展啊 不过这是一个公益活动 收益的全部要捐给慈善机构 这些照片有人买吗 干吗 一副看不起我拍照片的样子 瞧你说的 我不这个意思 我是你老公 我瞧不起你 我瞧不起你不就瞧不起我自个儿吗 对 我的意思是 我想这照片洗洗又是一张 它不像国画油画什么的 独一无二的呀 卖照片只是一个由头嘛 主要呢还是筹款给福利院 估计到时候应该会有一些企业资助吧 是啊 咱们可以请一些有实力的台面人物来参加呀 这方面的事情呢不归我管 我只付的照片 至于他们请什么 人那是他们的事 这样这样 老婆 我觉得啊 既然是一件善事 咱们就不应该是小范围的 得把它办得影响力越大越好 我又不是什么名人做那么大干嘛呀 就因为没名才要办大呀 知名度都靠大家伙捧出来的呀 老婆啊 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太低调了 现在这个社会啊 低调的人最容易吃亏了 咱爸认识那么多的老板 行业龙头老大 你说这么大的资源 这么好的资源 咱不好好利用 利用太浪费了 你看 就这么一会儿 有一个好的计划就产生了 有一个好的计划 老公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呀 要不说你看定位很重要啊 我给你请一个人 你一定会感动清晰的 你好 你好 紫月姐早 你这衣服好看 你怎么就注意了 谢谢 紫月 现在拍卖的很多翡翠挂剑 都是她的作品 咱们大使社啊 下一期的专题就想做这个 好啊 正好啊 朱大使今天下午有空 你去采访采访她 拍些照片 行 没问题 爸 思雯 不是说你要去见个客户 怎么还没走啊 约到下午还有时间 我有件事情 想麻烦您一下 什么事 你说 紫月不是经常在参加一个 叫阳光基金会的活动吗 这我知道 这个基金会 准备给她办一个营展 一卖的钱 全部捐给基金会 约月要办个人营展 真是好事啊 是不是资金上面 出了什么问题啊 资金上没有什么问题 您不是认识很多 业界的重量级人物吗 您看您是否方便 亲自邀请他们一下 只要这些贵宾能来观展 一定会给紫月这次营展 增速不少的 我另来一个名单 我再看一下 好 小蓝 Da 我就是约月一个个人营展吗 有必要咱们兴师动众的吗 再说这个张总刚上任不久 跟他不是很熟啊 爸 只要您亲自要求他们 他们都会到我 这次营展 对月月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 她的性格您知道 内向从不张扬 可这次不同 她非常重视这次营展 我觉得只要这些贵宾能来 一定会提升紫月 在圈里的知名度 这是月月的意思吗 您看您真是非常了解她 她不会为这件事情 来亲自向您张口的 但我真的觉得机会难得 所以就自作主张 替她来求你 我这样想 论张总现在的地位 只要她能到 其他人都会到 我们跟她把关系搞好 对咱们公司今后的发展 是有必无必的 而且 以这个活动去邀请她 一点也不唐突 正好可以顺理成章地 跟她把关系拉上 斯文 你考虑得很全面 这样吧 出时间我给你打个电话 爸 您辛苦了 来 喝水茶 来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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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 很有嘘 宝园 快请坐吧 来 坐吧 这位就是朱梁先生 您好 我是时代先锋的记者 摄影记者陈子月 你就是陈记者 你们杂志社的刘社长 跟我说过你要过来 请分析 谢谢 我还得跟你这位 既熟悉又不熟悉的朋友 再接着谈点事 你请稍候 不急 不急 朱老师 遇遇你已经看过了 来找您还是那句话 请您出身 不错 这确实是块好遇啊 不过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几遍了 我已经疯刀不作了 人老了 力不从心了 你还是 另请别人吧 朱老师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块玉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您的一件作品 百鸟嘲讽 百鸟嘲讽 那可是我的一件早期的作品 知道的人可不多呀 朱老师 我了解您的每一幅作品 但是那幅是我最喜欢的 为什么 因为构思 那块玉哪儿都好 就是天生的柳裂有点多 还有点星星点点的翡色 您没有破坏那款玉 而且用它原来的材质呈现出了 最最完善的美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算是精品当中的精品 我很喜欢 年轻人 看来你可没少做功课呀 所以朱大师 当我看到这块玉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您就是雕刻这块玉的唯一人选 如果我在年轻二十岁 那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你 不过现在不行了 毕竟 已是六十来岁的人了 还是那句话 力不从心了 不 朱大师 您听我说 就不要再说了 我一一定 不会改变了 喝茶 谢谢 朱老师 我能说几句吗 请讲 您是业界宫内的 新派玉雕大师啊 您现在的这个年纪 正是出作品的时期 您为什么要拒绝呢 最好时期 怎么讲 在我看来 年轻的玉雕师 虽然有精力 但是内涵不够 他们不能赋予一时 最好的生命力 但是您不一样 您不管是从经历 还是从阅历 都是最顶峰的时候 这样 不正好能给玉石 最好生命力的时候吗 我想 这也就是这位先生 来请您的原因吧 他说的 就是我心里想的呀 既然你们 既然你们把话说到这儿了 我也不瞒你们 我这一生 确实雕桌过 不少的玉石作品 可这些作品 真正能够遇到知音的 却寥寥无几 这些作品 被人们拿去 大多是进行商业炒作 你的 捣手赚钱 而不是为了 作品的艺术价值 而去真心地收藏 而我为了赋予这些作品的 艺术价值 所付出的心血 却无人问津 这哪里是对待艺术的态度 分明是对艺术的亵渡 对 亵渡 周老师 虽然我认识这个人 但是并不是因为我认识这个人 我就要帮他说话 只不过 我是从他看玉的眼神中看出 他是真的对玉石 充满着珍惜和恋爱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 您说的那种人吧 每天来找我 要我出山的人 太多了 他们个个都跟他一样 太多了 他应该不一样啊 因为您看 他的身上透露着一股纯针 可能是别人没有的纯针 您看看吧 真的 所以啊 朱老师 俗话说得好 知音难觅啊 您就答应他吧 好吗 到底不愧是个记者呀 你很会说话 而且我也看得出 您虽然嘴上一直拒绝 可是您已经非常喜欢这块玉石了 而且应该也对他有了设计的想法吧 看来您不光是嘴会说 眼睛也很厉害啊 那 朱老师像您这么说 这事您就算答应了 不错 这块玉 的确是块好玉啊 那是当然 一块好玉 就需要您这样的 一流的大师来雕刻它 那否则就是 那就是 爆铁天雾 对 爆铁天雾 说老实话 当我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 我的手就已经开始痒痒了 太好了 谢谢您 谢谢朱老师 你应该多谢谢这位程记者 喝茶 来 来 谢谢 怎么样 开车了吗 今天没有 我送你吧 不用 我打车就行 没事 我今天没事 我送你吧 走 上次你没去 不过我没想到 那天还能遇到你 好 谢谢你啊 好 我相信如果时间再久一点的话 朱老师肯定会感受到你的真诚 我呢只不过是缩短了这个时间而已 你看 你看我还不能光嘴上线是吧 带你去个地方 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别问 等我走了 原来你是做翡翠这一行的 对 一开始是出于兴趣 后来没想到做得还挺好 我一直以为你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九零后 就是那种 那种 负的 必须 我是八零后 典型的八零后 你 八五的 高了 八九 低了 那 八八 我看着有这么年轻吗 我八七 怎么了 挺好 挺好的 不过确实是刚才 我看到你跟朱老师说话时候的那个样子呢 我确实对你刮目相看了一下 真的 有多刮目 刮目相看还需要解释啊 那我是不是想让你多夸夸我吗 挺好 还行 就是 行了 行了 你别说了 虚伪 我哪有 你哪有 说正经的啊 那天我没去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等了很久啊 为什么没来 有事情给耽误了 那天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吗 什么事啊 这件事 对 从很久已经 对不起啊 喂 妈妈 你在哪儿 怎么了 宝贝 今天我跟黄老师打招呼 他没理我 就为这个呀 妈妈 我好难过 你快回来 好 那妈妈现在有事 等一会儿我回家了 我们好好再聊 好吗 乖 我 我就觉得现在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为什么这么说 不说了 不说了 别呀 你跟我说说 你都说了一半 你跟我说说 好 其实也没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我很爱我的孩子 但是我同时也热爱着我的工作 我不想做那种整天围着子女转的妈妈 所以我的孩子经常是会被我的公公和婆婆带着 但是我忽略了其实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我突然觉得 我突然觉得我的孩子变得非常的脆弱 你知道他刚才给我打电话就是告诉我说 今天跟老师打招呼 然后老师没有理他 他就受不了了 觉得天塌下来了 觉得很委屈 很难受 就哭鼻子了 就是这样 你没有必要那么自责 我觉得这件事很正常 你看 全家人都这么疼着 何况她还是个女孩子 难免有些娇气 很正常 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是这样的 我们再爱他 再疼他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 我们得放手 迟早有一天他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和问题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带他去一趟福利院 让他跟福利院的孩子们去接触 看看他们的生活 是不是对他会有一些帮助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不错 你也这么觉得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电视节目啊 就是城里的小孩跟这个农村的小孩 两个人对个个儿 让他去生活 但且不说这个节目好看还是不好看 我觉得你可以让你的女孩去跟小军做朋友 小军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 这个诚实孩子没有的朴实 你试试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念 但是我估计我老公不会同意 他不怎么太支持我 为什么呀 因为他觉得其实女孩子就应该这样 就应该再爱了一张大为所有人种 他觉得小孩没有必要 从小去接受那些挫折性的教育 而且确实我这个问题呢 跟他也聊过几次 但是他很固执 这很正常 爸爸都疼孩子 特别是女孩 小公主嘛 但是我觉得孩子应该早一点从温室出来 让他面对这个世界 及早地学会如何去选择 这个很重要 不过我站说话不要疼 可能我生了孩子以后 我比你老公还疼女儿 这个很难说 不用解释 我都明白 其实我是他的妈妈呀 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他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让他去受点挫折 也许他将来可以勇敢地去面对挫折 你是个好母亲 这点不要怀疑自己 谢谢 谢谢 你挺成熟啊 是吧 你现在不像爸爸的了 别人都说呀 八七的嘛 真的是没法跟你聊下去 说实话我觉得跟你在一起聊天 老是有一种亲近感 不知不觉地跟你吐了那么多苦水 你不会烦我吧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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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别把我当外人 我们就做一对知心朋友行吗 行 时间不早了 那个我得先走了 这次呢姐请你 下次你请 行 行 你请我 下次我请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怎么会呢 别生气了 行不行 别生气了 我回来了 好 妈妈 紫月呀 你可回来了 这个晨晨从放学就不高兴 到现在我们一直哄不好 还不高兴呢 小公主 来来来 过来看看看看 怎么回事啊 妈妈 你跟皇上可笑是不理我 为什么她就是不喜欢我呢 那是不是今天你上学的时候 跟皇老师打招呼 她正在跟其他小朋友打招呼 所以没看见你啊 不是 不是 不是的 她明明一看见我 她就是故意不理我的妈妈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 妈妈不是不相信你 但是妈妈觉得老师 没有理由这样啊 对不对 对啊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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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回来了 你也不高兴了啊 怎么了这是 这不是妈 今天去上学 黄老师没理她 不高兴了 没打招呼啊 不会吧 我想也不会吧 可是晨晨就觉得 这边黄老师吧 不喜欢她 要不然 我们再去找老师聊聊 要不然 我怕对孩子的成长 我心里不好 对对对 聊什么呀 这话题在咱们家 都说了一本遍 动不动没事 就去找学校找老师的 你们好意思 我没这脸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问题 就出在咱们晨晨身上 晨晨 过来 不要 我看我们就宠你宠坏了 怎么回事那么娇气 再说了 老师为什么平白无故 就忽视你一个人啊 我看不是老师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胡思乱想 想出来的 不是 不是 不是的 黄老师就是不喜欢我 我不要上学 我不要学校啊 你怎么那么认性啊你 我怎么认你呢 你干什么呢 你干吗倒孩子啊你 你瞧瞧瞧瞧瞧瞧 就你们把他宠的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行了 一完没完 行行行 我出去透透风去 宝贝宝贝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到奶奶这儿来 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啊 奶奶和爷爷 一会儿训他去 那以后不能对你这么凶 不怕不怕不怕 你看 不怕不怕 爱荣 你 你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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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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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闺女啊 我做什么了 算我求求你了 你别这样 我正在为你做短证的事情了 赵斯文 你别再找借口 给我打骚扰电话了行吗 我不求你对我闺女而好 我只求你公平对待你的学生 行不行 还没睡啊 我想跟你聊聊 聊什么呀 你觉不觉得你今天晚上 对晨晨有点过分 不就教训教训孩子吗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如果孩子犯错误 我们应该跟他讲道理 你怎么能动手打他呢 打孩子怎么了 我还是被我爸打长大的呢 老爷子可说了 不打不成器 没什么打不了的 可是之前咱俩不是说好的吗 不管以后孩子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都不能动手打他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简单粗暴啊 你怎么回事啊 以前我宠着晨晨替他说话 你说我不好 那现在我教训教育他 你又说我简单粗暴 你怎么回事啊 我只是希望你能用正确的态度 来教育我们的女儿 正确的态度 什么是正确的态度 你怎么就知道 你说的是正确的态度呢 反正我就是这个教育方式 她是我闺女 必须适应这种教育方式 反正你就不要在外面受了气 回家撒在我跟晨晨身上就行 我还真跟你说 我在外面从来不受气 要想家里风平浪静的 那你还真得好好见调 见调你自己 说清楚 我见调我自己什么呀 我怎么了 我懒得跟你吵 每天在公司里边 忙得焦头烂额的 我真没精力应付你了 谁跟你吵架了 我们现在不是在说 晨晨的事情吗 晨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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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在晨晨身上 我们做家长都不能老惯着她 你看她现在明目张胆地 挑老师的事了 说不定以后 就挑咱俩的事了呢 你看你看你看 没两句话你就急吧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 反正我想好了 明天我就要带晨晨去福利院 正好明天是周末 我要让她见见那里的小朋友 看看他们的生活 希望她能从他们身上 学一点东西 都说完了 你觉得有恶吗 你觉得晨晨跟那帮小孩在一块 有什么好处啊 我觉得有用啊 因为我看中的是人品 好 你觉得有用就行 你的交易方式是最棒的 中国好妈妈 我是小辣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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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高兴呢 我再也不理爸爸了 好凶哦 其实妈妈觉得呢 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地怪爸爸 因为他是着急嘛 谁让你昨天说 什么不去上学了呢 对吧 对不对 妈妈我们来这儿干吗呀 妈妈那你来这儿见一个哥哥 谁呀 你见到了就知道了 阿姨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电褥子 谢谢阿姨 介绍一下啊 这是阿姨的女儿晨晨 这是小军哥哥 小军哥哥好 你好 对了阿姨 汤叔叔也来了 他在哪儿呢 他就在办公室里 好 那我们找他去 好 这拿着 走 好 汤叔叔 谁啊 你来了 来了 晨晨 这是汤叔叔 汤叔叔好 晨晨 你妈妈跟我说过好几次你了 我一直都想见你 却是跟我想象的一样 你非常可爱 你好 你好 晨晨 我带你到这边看车好吗 好 那是汤叔叔刚修好的 那是汤叔叔刚修好的 你来的都早了呀 那不能让两位女士等着我呀 挺好的吗 挺好 小军 好 你带晨晨去你们住的地方 参观一下 好啊 阿姨 我想带晨晨 到我们中菜的地里去玩 好吗 中菜的地里 晨晨从来没去过菜地 走 一块去看看 好 走晨晨 走 快来快来 走 带路啊 嗯 晨晨 你还记得上次妈妈带回家的花生吗 记得呀 都是在这里面产生的 真的呀 假的 骗你的 真的 快去 再走走玩吧 那里面 好 你来告诉我 他做了哪些东西吗 你看 这是我做的彩胶 你看 这边全都是 那么多呀 晨晨哥哥 你叫我种太好不好呀 好 你先学竹草了 好吧 啊 童子 别害怕 秋野不会咬人的 他们是地里的义虫 他们会松土 我 小军哥哥 你不害怕呀 他们就是我的朋友 我干嘛害怕呀 那我也不害怕 这个 你看这个多好看啊 嗯 这个 哥 好 你去哪儿呢 喂 喂 你在哪儿啊 来来来 我在猪大师这儿呢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不用什么事都给你回报吧 你看这个东西好好看 你看像一个红车一样的 送你了 谢谢 你 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 可能有杂音吧 喂 喂 我听不太清楚 喂 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看到你依然在雨里 背对着我独自哭泣 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 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 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身陷最想你的轨迹 闭上眼睛泪如潮汐 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印记 你 开始想你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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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又爱的太少 好 有没有人让你微笑 有没有人让你微笑 有没有人在让你烦恼 有没有人在让你烦恼 哪个你不想见的我 还在想你的好 哦 开始想你的好 好的连痛苦都忘掉 后悔认识你的太早 初恋情人很难到老 开始想你的好 开始想你的好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又爱的太少